同样是金色头饰,热巴甜美,赵丽颖优雅,唐嫣有点扎心了。 范冰冰在胭脂雪里的新娘妆,说实话,还没有范爷平时一半的美,而且那一缕头发估计强迫正看了想给她见了。 则天际,天海盛后,陈树,金钗携带一尊胜,万岁千秋照并红。 好美,气质好好,陈树的这一身造型更是把她衬托得雍容华贵,风华绝代。 李庆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中,也扮演一个公主,但凡涉及到皇室,自然也离不开金色的头饰。 而这些头饰也是显得她本人十分的华贵,尽显大家风范。 Anjala Baby还是比较适合淡妆,金色发誓过多有点累赘,不过还好能hold住。 杨幂在《美人心记》里的新娘造型,虽然是当新娘,但却遭遇了不幸。 墨雪渊这个角色太悲剧了。 赵丽颖在《西游记女儿国》中饰演的女儿国国王,这一身白配金的服装不但尽现高贵典雅,那盘起来一丝不落的头发更是让她看起来十分的干净利波,再配上那一顶做工精致的金色皇冠,让赵丽颖显得尤为优雅迷人。 迪丽热巴好美,戴上头吃的她更加突出了她的美,让原本就气质出众的她,在人群中更加的耀眼夺目,三生三世里九尾狐的诠释,不知道圈了多少粉,大爱胖迪,金黄色的头拆,让她有了一种端庄高高在上的皇后气质。 看见热巴感觉好甜美啊。 - 唐燕这个在轩辕见之天之恒里的造型有点雷人,不是说唐燕丑,而是把唐燕大脑们的缺点全露出来了,让小编看得有点扎心了。 记得当初看剧时,还挺期待唐烟为新娘装的。